嗨嗨 又來了 18 樓不是私座 差點想說神奧拉薩西聲文 11月30日農曆,11月初七,14日大雪 剛才幾個小時就發現開始寒了,是否今晚都寒了 應該是的,現在是5.9 暴徹天氣,我還未落窗簾 應該錄錄一下,再黑一點就會看到倒影 然後上面可能會出現UFO 現在還未有UFO 要晚一點才看到 暴徹天氣先,聲音很明顯 受強烈的東北季後風影響廣東氣溫顯著下降 下午本港部分地區的氣溫較昨天低7度左右 本港地區今晚及明天的天理預測 不用開冷氣,省電費 又不是太濕,又不是開抽濕機,又省電費 多雲有幾陣月明早天你相當清涼明 市區氣溫街庫 14-17,我想星期一的幸運號碼 28-78,很久沒有出現,偏偏出現了 星期會左低兩三度,催和換至清淨,東北風 另外,安靜趨強風展望 星期五天你仍然相當清涼 週末期間氣溫逐步的復勁 現在錄得山雷溫22度 相對濕度比差,突然想逛生 我早前說一些地方 我總是想不到那裡叫什麼 我剛才偶爾看新聞中讀 彈了一篇行山的文章 我一向不太看那些 我走過這麼多年 有什麼山未走過 連紅花嶺我都叫做半征服了 半征服了 提到那裡應該叫鳳坑 我又忘了那裡叫什麼 我經常去走那裡 我帶過那些人去走那裡 又忘了 那個地方很難記 算了不要理 走到荔枝窩 搭船走那裡說過很多次 不搭船走走回到綠頸 那裡叫什麼 我每次說這個地方 肯定不是流水響 算了 如果你有聽過你一定一秒就知道 不是我的閃電記 不是走去荔枝窩那裡 哈哈哈哈 在大埔還是粉底 搭6輪進去那裡 算了不要理 我想走那裡不是那裡 應該是由荔枝窩還是荔枝莊 還是荔枝村 客家村那裡 星期六日 有船出去馬尿水 如果不是那些船去沙頭角 就會拿禁區子 後來好像近期 假裝了一些 我不知道 我沒有查 他是不是近期 不止星期六日 都有那個船 還是加密了一些班 如果不是 就好像星期六日 一班 不要理 不要理 總之我想走那裡 應該是鳳坑 反過來可以在綠頸走下去 對面就是 右邊的海 可以看到 對面就不好看 沙頭角那些 沒有看風景氣 那些房子 那些 你不看那些房子 過了 眼睛自動關閉 只能看到那片海 也挺寧靜的 還有 左邊就是一些 應該很多都沒有人居住的 寫著一九幾幾年 在屋上面寫著那些村屋 又譬如剛才大眼 應該是鳳坑 如果不是走那個 不知道 我又說不出名的 走下去荔枝窩 一路向山 下面微微向下 沒有什麼向上 很容易走那條路 經過中間可以吃什麼 客家鹹雞飯 不走那條路 可以由綠頸走下去 不過 我最不喜歡 要走回頭路 要走回頭去到綠頸 現在不知還有沒有 那時候好像倒閉了 嬰兒試多 可以由綠頸走回頭 那片海挺舒服的 應該是鳳坑 現在錄得雙海溫22度 相對西路板的81度 分區氣溫最低1字頭 包括 彈出來的 18度 最低 石江 和樓浮山 那對孖寶 長洲居民是21 全灣的可觀是19 最高就是21 包括京視拍王竹坑 長洲居民青衣 香港公園 跑馬地王大仙 讀什麼 讀回 今天有找一些 找了幾篇 如果不讀 讀回星期間 找出來沒有讀 如果未讀之前 剛剛一 不知多久出 下午之後 應該四點後吧 不知道 江澤民 講完了 雖然不應該笑 好大都是一條人命 我不管我個人對他的感覺 或者1989年發生了什麼 我不是說這些 重點就是 又是一宗 禁一宗 出這宗 死訊 公佈 官方 一宗禁一宗 直至昨晚 我到處看 Twitter 有一個 李老師 大家看 不知道 就假裝不知道 或者真的不想知道 李老師 還有一些文字 如果那些片 不是舊 或者不是假舊 像大陸的消息來源 會看到那條片 有些警察叔叔 拿著一些透明的防暴盾牌 全身穿著白色的衣服 好像那些防疫人員 逐步向前逼進 那些 如果這條片 是真的最更新的 我反而有些欣慰 因為你只是出這些 你明白的 可以不出這些 不要煩 出這些 做什麼 你說橫街拆行 未必能入到的 那一定不是出這些 防暴 穿著這些 防疫人員的衣服 你知道會出些什麼 看到那條片 幸好 有些欣慰 還是這些 當然 你看不到的事情 發生了些什麼 天空哥在家裡拍門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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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不見 不是為乾淨 眼不見就算 心知就算 起碼 眼看下去看一條片 還是這樣 叫做防暴警察 都因為 因為 你不可以用香港的尺度 你說 防暴警察 不是 你知道他們 如果不出防暴警察出些什麼 你明白的 知道 那些 不需要跟你解釋任何事情 知道 一定不是城管 更加不是公安 再推上一格 推上一格 那些 我不是說過有幸 很多年前回大陸看過的 真的 逃手可以爆 爆那些磚頭 那些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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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真的會爆 那些磚頭 我說如果我走過去 我打我一拳 我就會暈倒 如果他出過那些 就已經沒有什麼說了 已經 沒有 無論你做什麼 不要說 那些 一拳可以打暈你 那當然 是不是真的一拳會打暈你 我覺得出過那些 未必是一拳打暈你 可能有一槍搞定 那 看到這裏 反而 是 雖然 不知道是不是應該這樣說 有些欣慰 有些 總之好像味道最壞 當然 我強調一句 你看不到的東西 我看不到的東西 是不是發生了 沒有人知道 那面那一陣 起碼 起碼看到 這些 是不是不了了之 一向都是這樣的 很多事情都不了了之 那出一下江山那個死訊 那就是典型的 一拳一拳 那 他還出到這個 這麼極致 有人死了 那你 一拳一拳的效果 一定很顯著 之餘始終是一條人命 那 你不喜歡他一件事 大陸都可能很多人 當他神地拜的時候 都會 有些悲哀 有些悲傷 總之 這個一拳一拳 他說有人死了 一拳一拳 那這拳 都幾大拳 蓋上去 另外也方便做很多事情 對不對 就是 亂說 你亂說我 亂說都可以 哪個死了 我們要全部哀悼 所以大家晚上不要出門 或者大家 不知道做什麼 不要做什麼 諸如此 是鬼蛋 另外 沒有 不說這些 另外 出了一張小熊衛理 不就是 是 那張紙 我也覺得很幽默 那張圖 都封傳了一兩天 它是來自一些 來自LINE 或WhatsApp 那些貼圖來的 真是來自 某一套卡通 某一集裡面 小熊衛理真的拿了一張紙 不過 他拿了一張紙 他卡通片裡的紙 當然有寫東西 但我們看到這張紙 有白紙 另外 昨天 就出了一條舊片 你們沒看過 我拍了兩個星期 130024 昨晚 臨訓寫了一篇經 又在講經 寫了一篇經 你知道 現在的一代 如果你暗沉一點 一句扮下去 不是現在 可能十年前八年前 現在 年輕人對著我們 阿叔你在講經嗎 我幾多個做電台 給我一個人說過 他笑著說我 我沒有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 我教他做事 什麼 我明白 你真的明白 說一次 阿叔你不要講經 沒有惡意 笑著 就算他有惡意 他只是年輕人 不要緊 但我當時很快 回到他 我也覺得我的頭腦很清晰 我教你做事 你又憤腸 你再說一次 給你聽 怎麼做 阿叔你不能講經 你知道我立即回答他 我一秒回答他 我說經 你媽媽每個月都越經 你不要說你媽媽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還有 他說你 做長戲給我媽媽 哈哈哈哈 他無故不了了之 是嗎 我長戲也是一次 你媽媽每個一次 哈哈 那怎麼辦 那一篇寫什麼呢 寫 First Love 初戀 如果有Netflix 你看看 看 第二 邪惡渠道有沒有看 我不知道 Netflix 你有Netflix 如果你知道 宇多田這首 神曲 First Love 後期那首沒有那麼多人知道 好像 1999年 1998年 那首沒有那麼好聽 那首叫初戀 和First Love 是兩首歌 英文歌名 就是First Love 神曲一首 那首是9899 那首叫初戀 那首沒有那麼好聽 你要和First Love比較 不是神曲 不過都OK 在我心目中都OK 因為你要看歌詞 那我不懂日文 可以Google Translate 就算不Google Translate 就算不Google Translate 隨便打很多台灣人 都會把日文翻譯 那些歌詞 雖然每個翻譯都不同 但大致上 你會知道 歌詞說什麼 以及First Love 那些歌詞 最觸碰的幾句 是英文 更加會看得懂 如果你對這首神曲 是有感覺的 又是生於那個年代 你可以看到劇 如果不是 我昨天也有寫 是一套值75至80分的 普通所謂純愛日劇 甚至乎你看到第一集 你會很悶 因為第一集 你會覺得很鬆散 他在做什麼 但如果你對這首歌 有感覺 你經歷過那首歌的年代 即是First Love一出 那個年代 95年 忘記多年 那時候 你經歷過那個年代 享受過這首神曲 你就看到戲就 很好 我不想破梗 我不想劇透 我寫過一篇 其實都沒有劇透 加了適量的形容詞 記憶怎麼會瞬間爆開 回憶殺死你 KO你 推理可以看的 如果你對First Love這首歌是有認知 如果你說聽過這首歌 都喜歡 但從來沒有想過歌詞 說什麼 不要緊 你看這部劇之前 你先上網查一下 First Love這首歌 裡面的歌詞 你多查幾篇 因為每個人的譯都不同 你多查幾篇 這首歌究竟是說什麼 好了 到你入了腦 你查三個人以上 三個翻譯以上 或者你Google Translate 然後你去看這部劇 那你就會是 我不劇透 總之可以 101分 而且這套劇最出名 我覺得有很多唯美的畫面 很有質感的畫面 拍得很漂亮 基本上 我當你沒有看 我昨天寫那篇經 我告訴你 因為我喜歡拍照 所以我看起來很有共鳴 這套劇的拍攝手法 有一刻我看到第四、五集 怎樣可以學到那些拍攝手法 而去拍我的膠片 我破解到它 我明白的 但會浪費很多時間 而且我不可以拿一部Pogcat 2去拍 不拿大機 也要拿一部黑卡漆出去拍 我拍到它 我抄到它 學到它 當然有沒有這麼有質感 更加要調整一下 或者設置相機 正所謂用最有電影感的方法去拍 不是簡單 你說 不要管它4K1080 你用24格去拍 就有電影感 都未必拍得出 馬上買一部Sony 早前出的Fx30 正那部叫Fx3 新出的Fx3手 主要是可以拍到電影感的影片 但新的那部的死證就是低光源的時候 又是很糟糕 會比Gopro和Pogcat 2 但都會糟糕 只可以拍日後的電影感 其實你會不會電影感 如果自己懂得設置相機 先教它24格 不要用自動 快門、光圈、ISO 慢慢調整 應該可以拍到出來 如果分鏡 拿鏡頭 要靠自己 沒有同一個鏡頭 我拍三個 即是同一個畫面故事 我要表達那個Message 我拍五次 回去自己放大看 哪一個拍得出有質感 左邊、右邊、上面高炒 下面低炒 這部劇可以很多東西給我去抄考 參考 不要說白的抄考 可以有很多鏡頭給我去抄考 當然我就算怎樣抄 我都抄不到 抄不到百分之一百 抄到六十 我都覺得我很聰明 畫面很漂亮 你自己看 加上配樂是真的漂亮 沒有人說話的環境 只升起配樂的時候 尤其是尾段那幾集 很多只有一隻鋼琴 一隻鋼琴 很可愛 都好看 劇情沒有什麼特別 如果你知道這首歌 融會貫通的歌詞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 就真的是那一部劇 當然 他是攤牆九集來拍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個原因 我第一個感覺 這部劇 我會想起情書 如果不是情書 如果不是情書 近一點的 如果把這類的初戀 那些那些年比較自自然 很多人會比較那些年 我們一起追過的女孩 當然如果你聽聽我就知道 那套戲在於我 九百刀 小說什麼都 那套戲在於我來說 雖然很多人都很喜歡 在於我來說 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一點回憶都沒有 我不是台灣人 所以當時我不明白香港人為何會有回憶 第一 第二 我不是生長在台灣 我看他裡面每一個鏡頭 每一個風景 每一間學校 每一間司令台 每一間校服 完全和香港都沒有回憶 你強行說會有 而且我老實說 我當時都這樣說 我覺得那套戲很膚淺 但是 你要記住 它是一套戲 在有限的時間拍出來 濃縮了所有事情 很多都流於表面 所謂很膚淺 我接受它的膚淺 和流於表面 因為它只有一個多小時 反正這套FIRST LOVE 可能要攤開九集來拍 每集可以放很多質感 超維美的畫面 慢一點的節奏 但又不是慢到 好像十幾二十年前的韓劇 那樣慢到 十幾二十年前的韓劇 十幾二十年前的韓劇 是很慢到 睜眼睡 那它又不是 但是 輕一點 或者細水長流 可以更加切合到 那些 純愛日劇 那些 純純的愛 那些 總之 你熟知這首歌的 一百零一分以上 不熟知這首歌 我不推你看 你推了會有點失望 那你當北海道風景片 看吧 不只是看雪 不只是看冬天的雪 小樽 北海道 我剛才會說 我會想起情書 假設我當你有看情書 其實我沒有寫的 岩井俊義 情書 其實應該是 除非不是 我記得我看過 預告的時候 應該是 我Google Translate 應該是 除非翻譯錯 這個導演 好像是岩井俊義 神作 那個導演的 徒弟 我不知道是女徒弟 不重要 總之是徒弟 好像是女士 他是岩井俊義的徒弟拍的 所以 他有了這個情書 我是很理解的 這個情書 沒有寫太長 寫經的話 都要選擇 寫一些人 你就覺得悶 所以他拍出來 有那種感覺 我一點都不意外 而且是welcome 有空 你就看看Netflix 如果沒有Netflix 我不知道你 現在還有很多邪惡 邪惡的渠道 今天有人問我 不能看世界盃 可能他不聽那些舊的東西 我不太看世界盃 我久不少會買 買還買 我不會看 從來一直都知道 如果是正職 或是足球來說 我們看 足球我們不買 看 100場加9場假 沒有看 有一個人問我 沒得看 ViuTV免費電視台 沒得看 之前為什麼有得看 我不知道 去到決賽 也沒得看 果然我按入馬會的app 中間的場次 就是由昨天開始的場次 很多場都沒得看 明白 完全明白 白痴也明白 當然我朋友也不明白 最初一定會給你看 就用揭幕戰 揭幕戰是令計 揭幕戰通常都會給你看 之後他好像有很多場給你看 之前那些 早幾天 中間不給你看 簡單 他免費 拿邊廂都會收費 NOW那邊 養大了 你的胃口 看開了 要看中間的 就要給錢 不給錢 就等到去到 Final或四強 才可以給你看 很正常的 生意老手法 但我不明白 可能我朋友比較年輕 二十幾歲 我說完 又好像是 我未必 我亂猜 正常猜都是這樣 最初給你看 揭幕戰令計 之後那些給你看 五六場 然後中間完全不給你看 你想看你買 很正常的 銷售手法 對不對 當然 作為一個香港人 你是不是正正常信 那麼乖 會去買就是你的事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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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也要買 台灣是甚麼達 ETVA 我不記得那些 都是第四台 收費電視 我最初以為台灣是全程 全程一體免費 都不是你是要 甚麼愛義達 還是甚麼義達 為甚麼我都知道 因為我有 我有一個盒子 所以我就知道 好 來 這個先 這個 笑中有無類 就不知道 我只會去到尾 整篇 我又是要表現 那樣東西 好不會生叉燒 或者我都覺得 女人很麻煩 這個不是貶 我覺得很麻煩 或者這樣說 我覺得 情情愛愛 這些是很麻煩 如果說到結婚 就更麻煩 因為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獨立的個體 你要犧牲很多東西 才會成就 才會成就到你那段感情 當然 地球上大部分人 都選擇了成就那份感情 所以去拍拖結婚 題外話 另一些就是 結婚都會離婚 或者不夾那些 另一件事 當然我又不是未拍拖 我婚都結過 當然我結婚 講十萬事 只會抽居屋 沒有關係 很年輕 我又經歷過拍拖 始終都是很煩 我不是說女人很煩 如果反過來 也是我 但我是一個女性 我反過來 我這樣說 那些男人很煩 我意思是 愛情很煩 你不拍拖 不結婚 就不會搞那麼多 又要離婚 又要懷疑有小三 又要懷疑有歐佬 有契家婆 契家佬 那些 我一向就想法 煩少很多東西 沒有人陪你 你會很孤獨 我享受孤獨 比愛煩好 那些東西 那些什麼 在戀愛裡面 那些猜疑 或者是那些 總之不是這麼簡單 你經營一段感情 甚至是經營一段婚姻 哪一條道 是這麼簡單 對不對 大多人結束 就來吧 我最終看完我以後 讀這篇 我又是剛才說的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會不會變 鬼知 可能我明年去旅行 遇到一個 我覺得 這個人可以令我不怕煩 或者他本身的性格 不是一個男人 是不會煩的 可能OK 我這裡說 在感情中 若察覺另一半不忠劈腿 肯定是會心碎的 好比說 今天內民這名男子 看表面那一股是慘的 實質是否沒人知道 你聽完就知道為什麼這樣說 話說有一名男子 你近日將要性格成為父親 即是爸爸 有了 生叉燒 那些 女朋友很開心 跟她說 我懷孕了 開不開心 既然見智 你喜歡有下一代 喜歡有叉燒 你就開心 當然 你說深一點 就想養大 她要多少錢 多少心力 那樣東西 不要想 總之就是兩類型 一邊聽到女朋友說話 你明白我說什麼 女朋友又好老婆又好 很開心 一邊說 哎呀 事實一樣 好了 這個男子 她不是開心 亦都不是不開心 她很錯愕 咦 黑人問號 她說 因為這個男子早在兩年前 已經偷偷去做了結紮手術 紮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她要偷偷去做 只是後來她沒有把這件事告訴女朋友 為什麼她要偷偷做 不告訴女朋友 這是另一個故事 不要理她 她說 她說 兩人之前Happy 滾床單行房的時候 這個男子 甚至乎 偷偷做了結紮手術 已經 但是她都會使用這個安全套 她使用安全套 當然是不想懷人 絕對不是想著有沒有性病 那些 當然你會這樣想 這個男子又不說 她偷偷結紮了 每次都帶袋 她會不會經常出去滾 這是另一件事 總之她很安全 結紮了 兩年 每次都帶袋 我不明白 她不告訴女朋友 她紮了 如果你真的想著跟她長相私手 你要告訴她 有機會 女朋友想生叉燒出來 原來這個人紮了 當然紮了 是否都可以生叉燒 我不知道你問醫生 好 好了 也因此 女朋友這刻懷孕的消息 對於這個男子來說 無疑就是 劈腿的證據 呃 只有一點我會懷疑 紮了 我不懂 我沒有紮過 紮了 是否都會懷孕呢 會不會 我講白一點 又不算噁心 紮了 會不會每次都會漏出精子 不要理會 大概每次都會帶袋 其實是有點繁駁的 2.1 這個人紮了 不告訴女朋友 第二 既然她紮了 為何還帶袋 是否很奇怪 整件事 簡單來說 正向都要想 她不想懷孕 不想女朋友懷孕 只是這麼簡單 但都說不通 為何不告訴女朋友 不知道 還有男人的東西 如果你紮了 知道自己不會令到女方懷孕 你又怎會故意去帶避人套 地球上的男人 我想九成九 都是享受不帶避人套 多於帶的 這件事 很奇怪 我沒有想到很複雜 可能我作為一個男人 去想 怎麼這麼有趣 你紮了還帶袋 你傻的 不知道她 而男子之所以沒有紮了的手術 告訴女朋友 起因兩年前 原來有原因 就是她一早就懷疑 女朋友感情不忠 在外面有第三隻 原來是這樣 即是說她和女朋友有沒有兩年 我不知道 她紮了這件事就是兩年前 即是有機會她和這個女朋友的戀情 是少於兩年 可能她紮了一年後才認識這個女朋友 她想跟她說 發現這個女朋友可能外面有另一個 所以她就不說她紮了 這樣都合情合理 給她過的 這個女朋友在數個月前 開始改變她穿著風格 喜歡穿艷麗性感的衣服 亦都經常出去玩到很晚才回家 這些我不是說我剛才最不得的事情 兩個人之間那段感情開始變質 你要去猜疑 她現在穿到鬼五馬六 或者鬼火那麼漂亮 那麼性感 露個胸出來 晚上去到夜夜都回來 這些去到這些位已經 因為你又沒有實質證據 也都不想 如果你很愛這個女朋友 你又不想接受現實 不想接受現實 就是她真的有第二個在外面 再者就是 對於這個男人來說 自己的女朋友出去有第三個 對於她來說都是一種侮辱的 基本上 原來有其他男人吸引過我 好過我 那怎樣 你分手又不是 不分手又不是 因為你都未查清楚她究竟是不是 穿得這麼漂亮 或者再穿一穿才回來 這些時間很煎熬 你明不明 就算我這麼清醒 理性的人 都不會一刀切下去 看到女朋友三次穿得這麼性感 因為我經常說 人們通常給三次機會 好遠不好 但就算我見到女朋友 以超過三次 我都不可以一刀切 你是不是歐佬 你是不是有第二個 我不會這樣說 很難查 這些就是很慘 枉苦離身 你明不明 有機會不是 那為何要有這些 充滿猜疑 你明不明 是不是很煩 很煩 反過來也是 不過在女朋友宣佈懷孕之後 至今她遲遲還未和女朋友攤牌 不知道她是不是因為 好像我剛才說的說法 這樣想 她說 為甚麼 這裡看起來好像更慘 因為這個男子看到她女朋友很開心 很著弱的樣子 令到這個男子感到不知所措 她很怕這個時候提出分手 會影響女朋友 懷孕當中女朋友的情緒 是不是更慘 更慘 我剛才想的 我是不是戴綠帽子 她穿得這麼漂亮 這麼性感 慢慢出去玩 最近也是這樣 分手 但她懷孕 如果提出分手 不多不少會影響孕婦的情緒 那就不好 之餘 如果最終她真的沒有第三者 更壞更慘 她說 是不是很痛苦 這些事情 真的很慘 我覺得這個男人比這個女人 比這個女人 好 那 下面她有沒有結局 我不知道 因為我還沒看完下面 下面她說 她這篇有引起很多網友的熱議 當然是那些放上網 有人認為是甚麼 她應該盡快和女朋友 將她 4466說清楚 這樣對肚子裡的嬰兒是最好的 另外另一邊商人說 她可以再忍一段時間 看看女朋友之後 會不會從實招來 兩個都 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如果可以選擇 我選擇第一個 大家4466坐下 說清楚 那不是怎樣 對吧 好了 但也有專業的網友提到 我不知道為什麼在這裡說 專業的網友 但網友都匿名 誰知是否專業 她說 結責不代表完全不會懷孕 不建議她先想辦法確定孩子 到底是不是 再看看是否貪牌 那你要調查那個年輕人 是不是他都已經要貪牌 除非你是 不知道用甚麼方法 去問到醫生 都很難的 醫生有醫德 難道你真的 我懷疑我女朋友肚子裡 怎樣醫生我可不可以檢查 很難的 所以沒有解決方法 到今時今看到 到這裏 都很慘 對一個男人來說 很慘 分又不是 不分又不是 就算 就算這樣說 他不知道 亂說 有方法驗到 肚子裡的B 是他的 真的是他的 而女朋友也說 沒有比龍帽 沒有他戴 諸如此類 但其實男人都會 心有條刺 然後數回頭 為何你早前 常常穿得這麼性感 這麼晚才回來呢 美上我愛的男人 我都會想 可能你真的有出去玩 有出去吃別的腦 吃別的兒子 只不過沒有懷孕 那個懷孕 那個真的是我的骨肉感 你都會這樣 我都會這樣想 那何必令自己這麼辛苦 很慘 說完這個 說了單下班 要吃飯 我買飯還沒吃 這單就 會不會令到 那些日本人 如果這單 以下講的 越發越大 會不會震撼 他應該就震撼了 日本人的社會 會不會令到他們 一向那個 那個民族特性 而改變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反而是會 令到這個 這件事裡面 那個女主角 會租人白眼 我猜的 我猜的 兩題 看他 看他生活在哪 大城市 那些可能會 好些 二線的那些城市 會租人白眼 傳統的日本人的性格 那些 對於年輕人來說 談戀愛不單是為了享受美好的甜蜜感 亦為了體現自由 讀書時期不准談戀愛 如果過火就可能會犯法 簡單來說 搞大人的肚子 就糟糕了 這篇內文的女高中生 因爲談戀愛 而被要求自願退學 結果他生氣到 直接對這間學校提告 即是告這間學校 下面那段話 這名女高中生 在2019年11月的時候 是東京某間私立高校的三年級學生 而這間學校 校規極之嚴格 寫到明是禁止學生私下交往 好了 私下交往是不准的 寫到明的 如果看得到 要停一停 既然一早寫到明 你入學都知道 那你不要讀 讀第二間 別人的規矩定了 而你犯了這個規矩的時候 你去告這間學校 說得通嗎 說得通嗎 因為最後他告得入 這樣才奇怪 就要發生在日本 當然你可以有很多說法 就是我入讀這間學校的時候 你不要理他什麼因素 可能公立不收的 私立才收 諸如此類的 或者私立現在很正 學費很巨大 很正 好的 學校設施很好 或者你說我入學的時候 真的沒想過去拍拖 但你知緣份的 說來就來 我都控制不到我自己的 很多種說法 不料 這個女學生 後來就和同年級不同班 隔離班的男同學 偷偷交往 兼且被發現 事後他在 他在與校長的對談當中 校長就約見他 校規寫到明 不准拍拖 不准私下拍拖 校長就勸他 叫他提出這個 自願退學的申請 你好我好 我不是隔離你 可能隔離你 還要在日本隔離你 隔離你去別處 再讀書 就難一點 日本的民族特性 不再尋味講 隔離你 你再出去 就算打工也好 隔離你出去 即是炒了你 你就很難找到工作 你自願不做 其實都難的了 當時的場合 你自願退學 可能有退學書 或者什麼 寫的原因 都是你自願退學 都好看一點 等你找其他學校 都容易一點 即是校長已經退了一步 如果不是 校規寫到明 不准拍拖 那你拍拖 踢你出校 現在我不是踢你出校 我勸你自動退學 其實都讓了一步 好了 當時的場合 令到這個女同學感到很有壓力 因此依照司長要求提出申請 但事後她和家人決定向校方提告 好了 她也說沒辦法 那你要隔離我 你現在給我一條下台街 我說我自願退學 那沒辦法 我提出申請退學 但事後她想想 和家人想想 決定 要告學校 好了 且要求校方 必須支付700萬日圓的損害賠償 今時距離2019 我不知道 今時今日 700萬日圓就是7642 你當是40萬港幣左右 因為她認為自己並非真正自願退學 而是被脅迫遭強制退學 所以她覺得她基本人權受到限制 所以她用這一點去告她 好了 但在庭審的過程當中 校方表示 私立學校得以依據獨特的傳統和規範去教育學生 勸說這個女學生自願退學 是校長合理享有的財量權 我又沒有說怎樣 我都覺得 我站在中間看 人家的校規真的寫明不准拍拖 現在你拍拖讓我知道了 我勸你自己退學 已經是最好的選擇 對於你 我覺得 我會站在校方那方面 那怎麼辦 當然她告她 要她賠40多萬 原因是她感到受到威脅 心裏不要過 侵犯了我基本的人權 她用這個理由去告 就不是說 不准拍拖 我拍拖 很聰明的 當然是找個律師 轉了一些孔孔 先用這個去告她 結果 法官審理之後 認定校方確實違法 賠多少呢 賠給女學生 98萬日圓 你當是100萬 不太多 原本她是要求賠700萬 結果是七分之一 才是100萬日圓 整篇就完了 那她受不受過100萬日圓 就不知道她了 我會覺得 這篇東西如果發得大 會很震撼 如果不是在日本 在非日本 其他地方 很多人會拿這個 來做一個借鏡 或者什麼 你知道我的意思 有一單 就會有第二單 第三個個都去告教學校 但是這樣 這裡是日本 我又不擔心 那些人看完這件事 會學這個女子 我又去告教學校 你知道日本民族 大和民族的特性 所以我剛才還沒讀這篇 一開始就說 會不會因此 顛覆了日本人 長久以來的雜性 我意思是很多人學她 就會告教學校 我覺得未必 無論時代多進步 這一代多不同 上一代也好 講日本 都未必會 因為根深剃固 就是那件事 印在你的DNA 就是那件事 所以我剛才就說 如果這件事 有人想效法 如果在大城市 可能會有 會有 二線的 比較傳統的思想 我想不會 看一看事主 他的生活在哪裏 如果他生活在大城市 例如職場那方面 很多外國企業 或者新式一些 新潮一些的企業 不是以前 你打一份工 打一小的那些 十年都不會轉工 你打十年 你轉工 再找第二份工 別人問到你 查完你家宅 你做什麼事 不做的那些 應該不會的 但如果不是在大城市 傳統一點 那個城市的人 都是傳統一點的 大圍 總共也傳統一點 我想典型又是那種 他會租人白眼 如果說地球 說一說 這個女孩 就是告學校的 這個女孩 就是這樣 如果他在二線的城市 可能裡面的學校 全部會不收 一定 這個女孩 就是搞錯個派對 那些日本人是這樣 我不知道他怎樣 可能他不需要再讀書 我們怎麼知道 不過我覺得很詫異 因為他發生在日本 我覺得很… 如果發生在美國 或者西方國家 我一點都不覺得很詫異 你發生在日本 我覺得真的有些… 因為他還要告得入 雖然他要求700萬 但只是賠7份1 都是叫贏了 因為他要賠100萬 會不會開了才是有人效法 應該未必會的 因為原因就是那裡是日本 那我… 不知道 我覺得… 如果你說理性那一面 我可能說很多次 人家白痴一次寫到 就不准拍拖 當然他告的原因 又不是拍不拍拖 是說他侵犯了人權 你一說人權這個 那沒辦法說的 好 說完了 今生日現在多個… 小鈴鐺 明天就應該是出那條 垃圾片 中的垃圾片 哈哈 我不是說把那些 鋪在IG和念子書的那些 膠片 黏在一條片 應該明天出 如無意外應該是明天出 哈哈 好啦 是這樣 星期五再見